根据著名作家阿麦小说《大江东去》改编的电视剧《大江大河》 即将于2018年2月正式开机 该剧将由著名导演孔生、黄伟联合指导、侯洪亮任制片人、远克平任编剧、演员王凯、杨硕、董子健等领先主演 日前《大江大河》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启动典礼 全体主创也首度合体与媒体见面 据悉小说《大江大河》以经济改革为主线 表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精诚 展现了经济领域的改革、社会生活的变化、政治领域的变革 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 生动而真实地刻画了活跃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代表人物 8090后齐聚 主演们也在现场谈论了关于自己童年成长时的一些关于改革开放的会议 可能都和我们有息息相关的 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有息息相关的 当天我们在聊的准备说小时候我们还花过粮票 对啊 花过粮票 油票 花过粮票 花过粮票 然后去换东西来 然后我要是从角色出发的话应该是承包责任制度 因为他是刚才也说了雷东宝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在农村的这样的一个开拓者 我是觉得这个角色我觉得更多我不用去聊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小说写的是太完美了 这个人物性格啊 人物关系啊 关系啊 关系情形啊 都不再细备了 我只想说我的一个感触 感触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变化太大了 之前可能是几年一个变化 然后现在就是然后到一年一个变化 到现在几个月一个变化 那我能切身的感受到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特别值得骄傲 我走在世界各地 我都可以骄傲的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 中国现在有钱了有能力了 这一切来源于改革开放 最开始的原型就是承包和制 因为我们90后共同期都一心地记着 就是大家说过外洋户 当然外洋户不容易 但现在其实现在在中国 其实大部分人已经都是外洋户了 所以就是其实这个 这段时间的发展是非常有迅速的 然后中国也非常的强大 然后有钱了有底气了 所以就是作为中国人也很骄傲 大家那和此番汇聚最强制作班底 和演员阵容 力求通过典型深刻的人物塑造 和跌宕磅礴的故事讲述 全景展现改革开放 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中国经济生活 深度揭示历史转型新时期 平凡人物的不同命运 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 而最近在紧张研究剧本的王凯 谈论及自己演绎的角色 与生活中的自己 也有几分相似之处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也是在上面 我说我要感谢这十年中的我自己 无论经历怎样的挫折以后 困难我坚持过来 我为自己放弃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 用在宋女辉的身上也是可视的 所以我觉得就 就这么一点的契合点 我觉得我跟宋女辉 还是有相似的地方 我们都有一个认证 我有一种坚持 飞帆娱乐上海报道